我妈被雷劈之前 让我下山去找外婆 可她没告诉我 我还有五个爸爸呀 我的身世一经传出 男神影帝 科研大佬 商界大佬 多金钻石男 连一国王子都跑来自称是我亲爹 那个金头发的就过分了呀 我明明不是混血 故事开始我从小就和我妈生活在深山 这天雷声轰鸣 一向冷静淡雅的我妈 脸色突变 她立刻给我扔了个地址 让我下山去海城找外婆 紧接着 她就当着我的面 把自己埋进了土里 我都没来得及就我妈 一道雷直直披下 土变得焦黑 我难受地提着小麻袋 捏着我妈给的地址下山 站在海城最繁华的别墅区门口 我在三确认信上的地址 没有错 是玉海路188号地景别墅 我妈以前就住在这么好的小区里吗 我告诉保安 我妈是里面的住户 她打亮了一眼我的穿着 立刻嫌弃地甩手 让我赶紧离开 不要在这里逗留 我没办法 只好在门口拦车 被好几个人骂碰� 保安也赶了我好几次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 我以为今晚只能露宿街头 这时 一辆看着就很贵的车驶向门口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拦下了车 还没等车窗落下 保安忍不住出来 拽着我领子拖走 你又想碰瓷 你又想碰瓷 再不滚我现在就报警把你抓了 我挣扎着堆那辆车大喊 我妈是递景别墅八栋的萧灵 请问您认识吗 我心里不敢抱希望 助手车门疏地打开 走下一个西装鼻挺浑身冷肃的英俊男人 看着还不到三十 保安看到他吓得脸色发白 连忙恭敬喊道 萧大少男人没理他 冷眸紧紧盯着我 一字一句的问道 你再说一遍 你妈妈是谁来到豪华的大别墅里 我才知道 原来我妈是海市聚过萧家的千金大小姐 只是18年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离家至今未归 带我进来的男人是我大舅萧陈 我难受的把我妈把自己埋进土里 还被雷成焦土的事告诉他们 原本伤感的 看着特年轻的外婆突然喜极而泣 真好 玲玲没事 我那同样英俊帅气的外公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就说 我堂堂萧天泽都这么卓尔不群 我的女儿岂会差到哪里去 我顿时满脑袋的问号 不是 我妈都被劈交了 你们还笑 我怀疑我外公一家对我妈不好 可我住下后 他们对我特别好 我还有三个舅舅和一个姨姨 个个都是俊逸非凡的大帅哥大美女 他们已经四五十岁 剩下的表哥表姐年龄都比我大 我看着一大群特别年轻的家人 心里很害怕 我外公外婆一家 不对劲啊 还没等我多想 这天 我突然看到窗台花盆里 一只小人掺在我眼皮底下钻了出来 他跳下来就飞快跑到我面前 好像在打量我 我整个人傻在了原地 我外婆看到后 却笑着对我说 倩倩 她是你大舅 来 叫大舅 我才知道 原来我妈一家是人参经 我妈之前把自己埋土里也没被雷劈死 只是因为她修炼了什么 在避雷劫 我感觉我的世界观都颠覆了 我花了一个月 终于接受也是人参经的事实 眼看要开学 我几个舅舅让人测了一下我的学业水平 决定送我去学校 开学这天 我满怀期待 毕竟我从来没上过学 跟着巴表哥萧玉走进校园 突然感觉无数人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好些带着无法忽视的恶意 等我找到教室要坐下 好几个女生凶声恶煞地围住我 围守的女生 抬起手就扇向我的脸 不要脸的东西 你刚才怎么敢黏着肖玉校草 我手急眼快地抓住她的手 反手就是一巴掌过去 她 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 在教室里响起 所有人都震惊地 看向我还没收回的手 被打的女生不敢置信地捂着脸 反应过来后尖叫出声 你 你个贱人 怎么敢打我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打人的下场 就是被带去办公室 路上 我听到好几个学生指着我议论 打兆雨的就是她 长得倒是挺漂亮啊 漂亮有什么用 她可真有 连教务主任的女儿都敢打 听说她是今天刚转来的 我看等一下她就得收拾东西 离开学校了 办公室里 我站在中间 看着秃顶的大肚男 指着我大骂 转学第一天 就敢公然打骂同学 你这样的学生 我们学校可不敢接收 等你家人来了 就办退学手续 赵宇略带得意地看我一眼 爸 开除她钱 必须让我打回来 我见赵宇靠近我 书弟抬头 平静地看着她 她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 狗杖人士的跳脚骂道 你还敢瞪我 看我不把你脸扇肿 我看赵宇抬起手 就要防备 住手 谁给你胆子 敢乱打这位小祖宗 门口突然传来一声 焦急的呵斥声 转头就看到门口走进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我八表哥肖宇 另一个是五十来岁中年男人 教务主任看到他们 惊得立刻问候 校长 你怎么来了 萧月冷眼扫了一眼他们 我再不请校长来 我的小表妹 就要被你们妇女欺负死了 赵宇脸色大变 学长 她 她是你的表妹 我顺利留在了学校 惹来无数探究的目光 有人询问赵苗到底怎么回事 她就愿读的造谣 你说呢 长得就和狐狸精似的 我一听这话很不高兴 你放屁 我明明是人参精 才不是狐狸精 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变得有些奇怪 我没在意 很享受这种每天来上课的日子 只是这天 我刚到学校 就听到无数女生在尖叫议论 啊啊啊啊 你说真的吗 营地固词真的要来我们学校 是啊 听说她来找自己女儿的 怎么可能 她是我男神 已经单身四十多年 绝对没有女儿 难不成是来认女儿 要是认女儿的话 肯定是认校花齐月月吧 听说齐月月家特有钱 她那样的才配得上当影帝的女儿 那个叫固词的影帝来得很快 全校女生客都不想上了 就跑门口等着 我也被刚认识的好友 拉到门口看热闹 当裹着一身黑色风衣 迈着大长腿 走下麦巴赫的影帝出现时 尖叫声差点 把我的耳膜都震碎 好不容易安静下来 齐月月身边的女生 就激动地喊道 哥哥 听说您是来找女儿的 月月就在这里 其他人都看向齐月月 齐月月双颊激动到泛红 坚持又高贵地抬了抬下巴 看向顾慈 然而 顾慈拿出喇叭喊道 我女儿消遣 你们谁认识她的 可以带我去见见我女儿吗 我真的很想她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齐月月的脸都彻底僵了 我好友则尖叫一声 倩倩 男神说的女儿是你 人群中不知何时 分开了一条道 我就这样暴露在影帝面前 她看到我的那刻 眼眶都红了 是她 真的是她女儿 女儿 我好想你啊 她说着就要上来抱我 我抬手就止住她 你骗人 我妈从来没说过我有爸爸 不辞的脸色尴尬了一下 还闪过一丝心虚 这让我更怀疑了 她果然不是我爸 可她为什么要冒充我爸 还这么高调来找我 难不成她知道我是人参 觉得我大补 想把我拐回去炖汤喝 我立刻警告她 你再不走 我就报警说你想拐骂我 我说完就赶紧离开了 没管顾瓷在我身后大喊说她真是我爸 09回到家 我赶紧把顾瓷冒充我爸的事告诉我外公 我外公立刻臭着脸骂道 那臭小子死性不改啊 上学时追了你妈十年 半夜还想爬墙来找你妈 被我关门放狗吓走了 她还没资格当你爸 你妈可受欢迎了 到现在那什么王海之乔天悦什么的 都时不时来家里问你妈回来没 我惊呆了 赶紧问道 外公 那我爸到底是谁啊 我外公难得愣了一下 甘咳一声道 这个吗 倩倩你要知道 世上还是有那么一两件 我肖天泽不知道的事的 你别多想 兴许你妈像你外婆能无性繁殖 你大舅舅就是这么来的 我狐疑的看向我外公 外公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人参植株是受粉繁殖的吧 第二天 我才到学校 就收获了无数探究的目光 好友拉着我看手机 上面都是昨天顾瓷来找我的新闻 震惊 影帝顾瓷隐藏多年的私生女 竟是 特大爆料 顾瓷竟有那样一个女儿 里面有我高呼到脸都变形的照片 好多网友都在咆哮呐喊 啊啊啊 不 我不相信 这一定是假的 哥哥快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对不对 是不是那个丑八怪拿哥哥炒作 现在的无良媒体见不见啊 那丑八怪有哪点像哥哥 空口污蔑要不要脸 我看完赶紧问好友 你确定他们说的是我 他们说的明明是丑八怪 肯定不是我 好友文言 特别好奇的问我 所以男神真不是你爸 我果断摇头 我外公说他没资格当我爸 好友眼神复杂的看了看我 似乎想说什么 叮 消息提示音响起是推送 他赶紧点开一看 而后了然的对我道 原来你和男神是有心具要合作 提前吵的妇女热度啊 我就说呢 我很疑惑看向他手机 是顾瓷的公司发表的声明 说期待我和顾瓷饰演的妇女角色 我一头雾水 我什么时候要演什么剧了 还没想通 顾瓷发了条某柏 写的是我不管 消遣永远是我女儿 不过很快 网上关于我的消息 我二旧消沉很快让人屏蔽 顾瓷的话 也被当成了炒作 我在学校的日子 算是恢复了平静 就是偶尔会听到有人 在背后议论我 有一张好看的脸就是好 都能和影帝搭戏 在娱乐圈光 靠脸有什么用 没金竹尼 以为能有这么好的资源 是啊 消遣这样以色识人的玩意儿 根本比不上我们圆圆这种 才貌双全的学霸一根手指 照圆圆笑容灿烂的摆摆手 谦虚开口 没有了 提消遣多扫兴 我听说我最崇拜的科研大佬 王海之过几天 要来学校演讲 也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请教他几个问题 圆圆你可是我们系第一名 肯定可以的 我的好友翻了个白眼 安慰我 他们也太能酸人了 说什么提你扫兴 还说的那么起劲 我不太在意 就是有点疑惑 那什么王海之 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也没多想 每天照常来上课 没过几天 学校通知我们下午 去听王海之的演讲 说他是科研界 举足轻重的大佬 多少一流名校 想要请他演讲 都请不来 我文言有点兴趣 也想一睹大佬的光彩 大型会议中心 我才做好 就听到有人说 听说王海之大佬 这次会来演讲 主要是想来收赵圆圆 为学生 你说的是 我们系一直稳居第一的大学霸 赵圆圆 她竟然这么低调 之前完全没消息 果然学霸就是不一样 那个只会炒作唱戏的肖倩 和学霸完全没可比性 我特别赞同的点点头 赵圆圆的确不配和我相提并论 毕竟我们可是连种族都不一样 可有人不服 指着我骂道 肖倩你可要点脸吧 要不是圆圆 你都别想有机会坐在这 有本事你别沾圆圆的光 现在就离开啊 我点点头 等下我问问王海之大佬 确定着演讲是沾了你的光 我马上走人 我才说完 演讲厅突然骚动起来 一个是戴着黑矿眼镜 面容温雅俊逸的40来岁魅力大叔 徐徐走向了演讲台 所有人都注意力都被她吸引 身边还想起女生的尖叫 好帅啊 看着一点不像50岁了 说她30岁都有人信 圆圆能成为她的学生也太幸福了 好羡慕她啊 赌赌 王海之用手指点了两下话筒 嘘嘘嘘 大佬要说话了 赶紧安静 演讲厅很快安静下来 赵圆圆满脸激动 双眼放光的看着台上 王海之先是扫了一眼整个观众席 这才微微轻声靠近话筒 首先 我必须声明一点 肖倩可不是顾辞的女儿 所有人都一脸猛逼的看着她 什么鬼 大佬好端端的 管什么娱乐新闻啊 我正要点头赞同王海之的话 她又开口了 因为 肖倩是我的亲闺女 我这次会来演讲 为的就是她 一句话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将整个演讲厅都炸翻锅了 全校的人都目瞪口呆的看向我 绝对没想到 王海之会说我是她女儿 我也惊讶 因为 我终于想起来 王海之是我外公说过的 追了我妈好多年的人 他真是我爸 我想着王海之是什么科研大佬 心里泛起怀疑 谁知道她是不是和顾瓷一样 想拐走我 把我弄去切片 毕竟 我是如此特殊的人参金 我赶紧站起来 有个工作人员热情递给我话筒 我拿着话筒开口 你说谎 大家都知道 你来学校 明明是为了将赵圆圆收为学生来的 我才说完 王海之看到 我就一脸惊喜 她赶紧辩驳 什么赵圆圆赵方方的 我都不认识 你就是倩倩吧 乖宝我是你爸 快叫爸爸 你要知道 这个学校 还没人有资格成为我的学生 扑 不知旁边有谁憋笑出声 许多人都眼神各异地看向赵圆圆 赵圆圆满脸羞愤交加的对我控诉道 肖倩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人 说完旧啊的一下 崩溃的哭着跑出去了 我特疑惑 她真不是为了赵圆圆来的 我还是怀疑 就问她 你说你是我爸 那我问你 你知道我妈生病的时候 最喜欢吃什么吗 王海之陷入了纠结 她绞尽脑汁响了很久 才试探地问道 纽约价值14万的黄金巧克力圣代 我听完直抽出嘴角 立刻断言 你肯定不是我爸 我说我妈生病的时候 你都完全不关心她生了什么病 只在意她爱吃什么 全场哗然 一个个都佩服地看向我 王海之似乎也没想到 自己一下就被我炸出真相 她只好先继续演讲 还让我演讲完等她 我又不傻 怎么可能自投罗网 被她抓去切片 才结束我一溜烟就跑回家了 赶紧找到外公 把我的担忧说了 外公文言却十分淡定 哦 王海之不会抓走你的 她其实是个小哭包 你不知道 当初你妈拒绝她的告白时 她抱着你大舅舅的盆栽 哭了好久 差点把你大舅舅泡中了 你妈看到后 一脚把她踹出去了 确定我不会被抓走 我就放心了 等我再次去学校 我才知道自己放心太早了 因为王海之的关系 全校的人都知道我的存在 好些个学霸和教授 老师明里按理问我 有没有机会去拜访王海之 为了和我套近乎 我到哪里都被学霸们簇拥着 赵圆圆好几次都铁青着脸瞪我 我花了半个月解释王海之真不是我爸 生活才慢慢恢复平静 谁知 这天我好友突然一份填膺的 给我看了个校园帖 上面的标题就很吸引人 笑死 一个没什么钱的专家的穷酸女儿 也值得那么多人讨好 你们怕不是 连上流社会都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吧 我十分好奇上流社会是怎么样的 赶紧滑下去津津有味的看着 上面有许多学校千金小姐 和附加少爷的美照和家庭介绍 什么海产大亨的儿子 身价上亿 什么制造业大亨的女儿 身价过亿 他们着重介绍了两个人 一个是地产大亨的女儿前思雨 身价几个亿 说她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当之无愧的海城名媛千金 另一个则是肖氏财阀家的少爷 也就是校草肖玉 上面介绍说 肖玉是他们学校最有钱的 身份高贵 她能力也是最出众的 单靠自己创业就已经年入几千万 其他人和她完全没有可比性 我正感慨原来八表哥这么牛皮 却看到关于我的介绍 肖茜疑似王海之女儿 疑似娱乐圈三十八线外被包养的实习生 身价估计不过百万 很多人纷纷赞同并留言 没错没错 这些人的家世哪个不比肖茜好 真不知肖茜哪来的脸 在这些真正低调的有钱妇二代面前耍猴戏 好友见我看得这么奇迹 很奇怪的问我 倩倩你都不生气吗 你明明也没做什么 他们这么说你 尤其是这个钱思雨 你看她都留言什么了 好友滑上去 我才看到被顶上去的一个热帖 钱思雨戏子多作怪 不Q 我好友特别气愤 钱思雨几个意思 她嘲讽你就算了 她怎么能连我的男神顾词都骂进去了 我满脑袋问号的看好友 她真的是因为我生气 这个帖子很快被人莫名删除了 可钱思雨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 在校园群里说了一句 某些戏子真能狗障人士 后天晚上 直播让你们看看真正的名流宴会 她还发了个平台账号 让大家先关注她 这消息还是我好友说的 她问我后天晚上要不要一起看直播 我摇头说没空 刚好那天晚上 我大表哥萧峰说 带我去什么酒会露露脸 省得被不长眼的人欺负了 宴会这天 我那几个很漂亮的舅妈 全都摩拳擦掌 为我挑衣服打扮 舅妈说 他们早就垂涎我妈的容貌 想好好装扮一下 这下在我这里得偿所愿了 等我装扮好 他们都惊艳不已 就连我的表哥舅舅们 也眼前一亮 感慨的说 我妈以前老是简单的玉姐妆 这一精心打扮 不知多多人眼球 我本来是不信的 直到我一出现在宴会上 所有人都震惊的看着我 我表哥遇到合作伙伴 介绍完我就在聊事情怕我饿 让我先去吃点东西 说等会儿再跟他去见 其他叔叔伯伯之类的 我刚要去吃东西 有几个装扮精致的女生叫住我 为首的就是钱思雨 他身边有人拿着手机在拍我 钱思雨难言鄙夷的说我 肖倩你还真是无孔不入 你是不是不看场合的 知不知道这宴会是谁举办的 你也有胆子参加 我问他 你是狗吗 还是你觉得我是耗子 钱思雨这群人一愣 什么意思 我翻了个白眼 我参加什么宴会 关你们屁事 多管闲事 钱思雨他们脸彻底绿了 张了张嘴 半天才找回声音 希望等下你被赶出宴会时 也能这么狂 你还不知道吧 宴会主人最讨厌戏子明星 绝不允许他们出现在宴会上 我刚要点头 却听一道好听的声音响彻宴会 十分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特地为我女儿举办的认亲宴会 全场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 我转头就看到台上穿着白色西装 整个人显得特别绅士斯文的金丝 矿俊美男人 他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 我听钱思雨身边的人 对手机悄悄说道 台上那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贵族 祖上拥有英国皇室血统 海城举足轻重的商界大亨乔天月 相信大家也经常在财经杂志上看到她 待会儿我有机会 会让大亨知道肖倩的身份 让她灰溜溜滚出去的 她话音还没落下 那个乔天月又说话了 现在我向大家隆重介绍我唯一的亲生女儿 肖倩与此同时一道聚光灯打在了我身上 我已经完全猛了 怎么又出现一个说我是她女儿的 就在我愣神时 乔天月突然指着钱思雨几个 你们在我的宴会上搞乱七八糟的直播 保安 立刻把他们赶出去 钱思雨脸色惨白 连连摇头 我 我不是 我爸是钱海峰 我是 还没说完 一个看着挺贵气的妇人 就扫了她一眼 闭嘴 不过是个私生女 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 我闻言惊讶回神 钱思雨只是地产大亨家的私生女 钱思雨她们被训练有素的保安很快请出去了 乔天月眼神期待地看向我 周围的宾客们也在惊诧中让出了前往台上的路 没等我有反应 我大表哥消风上了台 乔叔叔 你有我家倩倩的DNA亲子鉴定吗 我家倩倩可不会乱认爸爸 我特别赞同我大表哥的话 乔天月面色不改地回答 李儿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有没有亲子鉴定 她都是宴会上的众人听出来了 我根本不是她亲生女儿 她们可能没见过乔天月这么上赶着任女儿的 其实我也特别好奇 为什么会有人接二连三的自称是我亲爸 她们这么喜欢戴我妈给的绿帽子吗 还是我妈其实法力高强 用了什么数让她们对我妈死心塌地 回去的一路上我都没想通 我更好奇我亲爸是谁了 但全家人没有一个知道答案 除了我大舅舅可她不会说话 对着我乱比一通 我完全没看出来她要表达什么 我觉得只有问我妈才能清楚 我问外婆 我妈她真的没死吗 那为什么不回来 我外婆很好看 听说都上万岁了 脸上连一丝皱纹都没有 她周身都仿佛有一层淡淡的光芒 和她待在一起 我觉得很舒服 外婆安慰我 你妈妈度完结后 要凝练元气 才无法及时赶回来 人生寿缘很长 就算你们没法和万年归比 也至少能和千年王八一较高下 等个几百上千年 问题不大 我猛圈了 外婆有没有想过 我并不想和千年王八一较高下 我外公听说王海之和乔天 越想要喜当爹 他当即表示 是时候让整个海城的人都清楚 我肖天泽的外孙女 有多高不可攀了 住在外公家 我脑袋上的问号越来越多 高不可攀是包一词 这和我妈教我的 好像不太一样啊 我外公没问到 我出生日期 退而求其次 说下个月 就为我举办隆重的介绍业 顺便警告一下那些人 别来乱认他当爹 我本来想反驳 他们只是想认我当女儿 可转念一想 我爸就是我妈的老公 我妈的老公要管我外公叫爸 可不就是乱认爹 我一时很佩服我外公 逻辑鬼才啊 周末一晃而过 周一我才到学校 落在我身上的探究目光更多了 等我到了教室 我好友立刻拉着我问道 你老师告诉我 影帝顾瓷 科研院院长王海之 还有前几天的商界大亨乔天月 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爸 我不确定的摇头 应该都不是 等我妈回来 我问问她 我才说完 身边传来赵苗的吃笑声 肖倩 你装 继续装 那些都是你认的干爹吧 你还真是好本事啊 能把老男人都迷得神魂颠倒 我好友听不下去 直接对赵苗 你酸什么呀 说不定那些大佬抢着来认倩倩当女儿 是因为倩倩的身份非同一般呢 这话成功逗笑了赵苗 哈哈 哈哈哈哈 非同一般 别逗了好吗 大家还不知道吧 肖倩就是笑草肖玉的一个远房表妹而已 全班正惊讶中 一道熟悉的悦耳声音 在门口响起 不是远房表妹 倩倩是我亲表妹 你们有意见 我把表哥肖玉冷峻的脸上 透露着引怒 她走到了讲台上 对所有人说道 我才一个月没来学校 没想到大家给我小表妹泼了这么多脏水 你们是当我们肖家人好欺负吗 我在这里郑重警告大家 谁在造谣我表妹 别怪我不客气 肖玉特别生气 直接把她自己说的话 放在了校园网上警告所有人 还表示 今后再听到谁泼我脏水 就让她好看 她在我回家的时候 问我为什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都不知道跟她说 要不是她这次项目弄完 刚好回学校有事 都不知道 我的名声都传成什么样了 回到家 八表哥还把我在学校的遭遇 告诉我外公 我外公一听 立刻打电话给顾慈 他们臭骂了快一个小时 你们下次最好别让我看到 不然打断你们狗腿 挂掉电话后 我外公爵得不解气 干脆大手一挥 说要把宴会提前 改成发布会 一个星期后 肖家在将近上万平的别墅庄园 举办发布会 海市有身份的各个大佬 几乎全都来了 但门口放了一个牌子 顾慈 王海之 乔天月与狗 不得入内 他们三个却还是偷摸来了 可惜被拦在了大门口 乔天月一看到顾慈就掐了起来 都是你这个混蛋戏子 要不是你乱认女儿 至于让倩倩在学校受这么大的委屈吗 顾慈不甘示弱 你好意思说我 是谁不要脸 连经过倩倩允许都没有 就擅自给她办什么任亲业 要不是你们上赶着任倩倩 倩倩哪里会被误会的这么严重 我外公看到他们 拿着打狗棍就出来了 立刻把他们吓得把腿就跑 看他们熟悉逃跑的身影 一看以前就没少被我外公追 我早就发现我外公是个很神奇的人了 他平时除了炫耀我外婆就是自恋 还说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和我外婆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就连我妈和优秀的舅舅们 在他眼里都是让他烦恼的脱油瓶 不过幸好他对我和表哥表姐们都挺喜欢 这部发布会一开始 他就带着我去了台上做好 对所有人开口道 我知道大家今天都很荣幸 能见到我肖天泽唯一的亲外孙女 我也不多说废话了 大家都赶紧认认我外孙女 回去好告诉自己家人和亲戚 别乱来认爹 我不缺女婿 其中我要着重说一下 顾瓷、王海之和乔天悦 他们几个是需要被我严重批判的反面例子 现在把这几个人放进来 我外公特厉害 顾瓷他们三个进来后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把发布会变成了批斗大会 也成功让整个海城上流社会的人知道 惹了我的后果多可怕 我以为经过那场发布会 我在学校的生活可以恢复到平静 万万没想到才半个月过去 这天整个学校 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轰动了 哈哈哈哈 听说在国外拥有最多 钻石矿的钻石大亨 要来我们学校 这些人比我还敏感 立刻说道 等一下 她该不会也是来找肖茜 说她是她女儿的吧 不少人都瞬间看向我 连我好友也若有其事地问我 倩倩 她该不会真的是来找你的吧 我立刻摇头 我外公已经开了发布会 一般人应该不至于上赶着找骂 我才说完 突然门口传来一声清冷询问 请问 肖茜是在这个班吗 门口 站着一个面容俊逸冷肃的男人 她一双深眸扫了一圈班级 很快就锁定了我 毕竟他们都说我和我妈像 看到我后 她很直接地走上前 给了我一个袋子 倩倩 这是爸爸给你同学们的见面里 都是不值钱的一颗拉小钻石 你等下分一下 倩倩 原谅爸爸这么迟才来找你 他的话音落下时 整个班级都鸦雀无声 眼睛嗖嗖嗖地落在我面前的拉绳带上 我有些麻木 对这个男人说道 你知道我外公是肖天泽吗 我外公说 下次有人自称是我爸 就让我打电话给他 他的脸色微变 明显想到什么不太好的记忆 沉默片刻 他对我说 你妈妈他 还好吗 这是第一个问起我妈的人 感觉和之前几个不太一样 我回答 还好 就是暂时回不来 他微微醋眉 我和那些人不一样 我的确是你亲爸 不幸可以做DNA鉴定 他说的特别言之糟糟 我有些动摇 问他 那你知道我几岁了吗 他明显愣了一下 尝试说道 10、18 我无语了 眼前这个 绝对不是我亲爸 因为我才17岁 我直接戳穿他的谎言 他显得有些失落 却还是说道 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女儿 我会再来看你的 我们班的同学 全都赶紧开口 让他一定要多来看我 不要忘记见面里 我越来越期盼我妈赶紧回来 想问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能让这么多大佬 主动上门来洗当爹 还没等我盼回我妈 这天放学 校门口特别热闹 无数保镖守着 我听到有人感慨 皇室王子啊 我真没想到 有一天能亲眼看到活生生的王子 我看到一个金发闭眼 浑身贵气的大帅哥 他刚好和我对上演 下一刻激动的冲我喊道 我亲爱的女儿 爹爹终于见到你了 我连忙后退好几步 看着眼前肤色和头发明显不一样的男人 我忍无可忍了 你这个真的太过分了 我明明不是混血 你也敢说我是你女儿 连我身边的同学都疯狂点头 赞同我的话 这个金发闭眼帅哥 也不气恼 反而笑着说 只要灵愿意 你就是我亲生女儿 我整个人真的彻底麻了 无语地问他 我妈到底给你们灌什么密婚汤了 你们都那么想当我爸 他笑容温柔下来 因为你妈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 我连忙问他 这话 你有没有当着我外公说过 他略带疑惑地点点头 我惊呆了 立刻问他 那我外公没有拿着扫把把你赶出来吗 他好像有些惊讶 脸上都泛起尴尬的红 有那么一 一两次 我一下就看出来了 肯定不止一两次 估计他每次去找我妈 都会被我外公赶走 毕竟在我外公心里 只有他和我外婆 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存在 我有些钦佩的感慨 你到现在还没被我外公打死 真的好幸运 在他一头雾水下 我坐上自家的车回去了 我觉得这样下去真不行 我想回山里找我妈 至少问出我亲爸到底是谁 也好避免又有人跑来说是我爸 可我还没来得及说自己要回山里一趟 回到家 我一眼就看到我妈穿着一身大红长裙 英姿飒爽的坐在沙发上 正和我外公外婆还有舅舅们聊天 她有着一头大波浪卷 怀里坐着一只小人身 正是我大舅舅 才短短几个月不见 我觉得我妈好像更年轻更好看了 我激动的扑进她怀里 嗚 妈 你还活着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被雷劈成焦炭了 我妈回来 外公外婆他们全都很高兴 晚上 我硬是要跟我妈一起睡 躺在床上 我终于问出了憋了一晚上的话 妈 我亲爸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顾辞 王海之还有什么钻石大亨他们全都说 我是他们亲生女儿 我妈文言 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笑着告诉我 可能是因为以前我拒绝他们时说过 谁能接受我生的孩子 我就和谁结婚 他们得知我有孩子后 就来找你了 我觉得离谱 就因为这 就上赶着来当我爸 那我亲爸到底是谁 难道也是人参经 我妈笑容更温柔了 小傻瓜 你是我在山上捡到的 我如同晴天霹雳 根本没想到 会如此粗不及防得知令我崩溃的真相 我妈在我身边睡得很香 我却难过的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 我顶着黑眼圈 看到外婆就痛哭出声 呜呜呜呜 我外婆 我不是我妈亲生的 我外公没忍住 笑出声来 我哭得更伤心了 我都感觉天崩了 我外公还笑得出来 我外公没有心 我外婆念了一眼我妈 别听你骂乱说 你们就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怎么不是亲生的 我眼泪瞬间停了 对呀 所有人看到我 都一眼认出 我是我妈的女儿 肯定是亲生的 可我妈为什么骗我啊 我看向我妈 她坐在落地窗前喝着牛奶 手指时不时圈 我大舅舅头顶的人参叶子 阳光洒在她身上 美得像一幅细细描摹的画 甜静美好 可我不知为何 总觉得她身上一丝孤寂 这一刻 我突然不想知道我爸是谁了 我觉得我妈独自美丽挺好的 而且我也会永远陪着她 完结洒花派对纸喷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件眼角含笑